师父说,每个人的坚强,都是柔软身的茧,茧里面是一颗千穿百孔的心,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坚强,直到你出了坚强外别无选择,没有天生好命,只有后天拼命,路,只能靠自己一步步的走,闲,只能靠自己一分分地转,看清了人情冷暖,唱遍了世世心酸。 没人依赖的时候,学会了独立,没人心疼的时候,学会了坚强,把微笑凉在脸上,把委屈藏在心里,最后消愿成一个百度不侵的自己,但越坚强,越不被体谅,越假装若无其事,越容易遍体鳞伤,如果有人依赖,谁愿意咬牙硬撑,如果有人心疼,谁愿意强忍眼泪。 你也想有一个人,为你遮风荡雨,陪你风雨坚强,只要一个眼神,就能看穿你坚强的伪装,独斗你默默承受的伤。 你也想要有一个人,守护你的天真,包容你的灵魂,只要一个拥抱,就是最温暖的依靠,所有的烦恼都不重要。 即使全世界都告诉你要坚强,他也能微笑着叫你不必逞强,因为你累了还有他的肩膀。 生活就是,一步一步走,一点一点扛,每走一步,都是一种成功,每扛一点,都是一本生活。 生活,愿你学会坚强,但不必逞强,愿你无需有人疼,但仍有幸被人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